選戰正式落寞 那台北市議會呢 會有兩位國民黨的議員轉戰國會 那現在這樣代表 這個議會的國民黨團呢 不會再有實質過半 那台北市長蔣萬安會擔心嗎 他說不用太擔心 但是我會繼續努力 可是呢 國民黨在這一次的總統選舉當中落敗 所以外界也開始在期待啊 現在才2024已經開始在期待2028的事情了 就是說蔣萬安有沒有機會來出征征戰呢 那蔣萬安就說他才剛當市長 當一年而已啊 不要這麼急著幫我找工作 臺北市站不站 親手送上感謝狀表達謝意 臺北市長蔣萬安在選後的第一個公開行程 前對捐贈U-Bike 給市民朋友的內科企業致謝 感謝我們內科協會 跟我們市府合作推動內科交通運輸 蔣萬安在市府努力推動市政 但這回立委選戰 台北市議員有兩名國民黨及議員 前進國會 讓國民黨團在議會不再實質過半 恐怕會對蔣市府推動政策 帶來挑戰 國民黨跟民進黨各有兩位議員選上立委 基本上議會的生態沒有太大改變 我們依舊會持續努力 雖然蔣萬安保持平常心 不過未來議會內只剩下五十六位議員 其中有國民黨籍的有二十八位 民進黨有二十位 民眾黨則擁有四席 盛民黨新黨以及無黨籍議員共有四位 在野陣營一旦聯手 蔣市府就得繃緊神經應對 而對民進黨立委當選人王世堅即將離開議會 蔣萬安有些遺憾 蔣萬安想親手收買王世堅四年禮物的願望落空 讓他有點小失望 而這屆同樣入主立法院的還有他曾經的對手 民眾黨的黃珊珊 外界猜測黃珊珊可能會在二零二六的市長 選舉展開復仇之戰 蔣萬安的連任之路需要多加努力 但在國民黨總統選舉落敗之後 現在也有期待蔣萬征戰二零二八的呼聲 我才當市長一年 大家都很急著幫我找工作 現在考慮四年後還太早 蔣萬安要先站穩腳步才能考慮更上一層樓 就有那個人 蔣萬訊台北宗報導